欢迎回到我们的美洲360 那么现在就让我来带大家看一看 上个星期汽车市场发现了什么大小事 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第一则新闻就是 Proton自己官方爆料 明年会有新引擎的登场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好奇 Proton什么时候会有新引擎呢 那么在最近Proton公开展示 自己的这个Quality进步的这个活动上面 官方也有表示未来产品的计划 他们表示在2025年的时候 他们会有纯电动车款跟PHEV的车款发布 那么纯电动车款呢 之前我们就讲过了 其实这个已经是在预料中的事情 那么PHEV的车款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我们之前获得的消息指出呢 Proton目前已经在测试 这一个雷神动力的引擎配置的 如果是讲在2025年发布的话 其实跟之前这个测试时间 算起来是刚刚好的 那么这个吉利的雷神动力呢 是吉利公司全新开发的 这个混合动力系统啦 那么它具备了强大的动力跟高续航种种的特性 那么对于Proton要全面的这个电气化呢 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而且根据一些小到消息指出呢 目前Proton已经在这个Dungeon Mining的工厂呢 进行这个工厂升级的部分 其实就为了新一代引擎的生产 据悉未来Proton的引擎产线呢 包括全新的1.5公升自然进气引擎 全新的1.5公升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1.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那么这个混合动力引擎就是我们前面做到的雷神动力啦 目前呢这个雷神动力系统呢 使用在这个D豪L 然后还有这个博越L等等的车款上面 另外呢吉利的全新品牌呢 银河也是使用这个引擎配置 那么如果Proton的车款使用这个引擎呢 就代表着他们会迈向这个低油耗还有高动力 那么大家期待这个新引擎吗 第二则新闻就是这个ZICK呢 正在和几家本地公司洽谈这个代理权 其中就包括NASA跟Permas ZICK这个品牌呢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啦 它就是浙江吉利控股旗下的这个高端电众车品牌 目前呢他们有像是001、007、009还有ZICKS等等的车款 而且因为这个浙江吉利控股跟DRB HIGHCOM 合作这个高科技汽车园区的关系呢 所以我们预计未来这个ZICK品牌 它的优驾车型呢会在马来西亚的Danjon Marlin工厂生产 并且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吉利集团的右价出口基地 那么这一次呢ZICK进行马来西亚市场呢 跟这个Smart不一样 因为Smart找的伙伴是Pronet 也就是Proton New Energy Technology这家公司进行合作 而这个ZICK呢据说他们找了两家本地公司进行洽谈 分别是NASA还有这个Permas 我们都知道呢如果像是Permas呢 它的经验丰富 目前呢它的旗下有像是MASTA 有小朋友有Kia 之前还有这个Stantez旗下的品牌 所以我觉得呢他们找这几家公司合作呢 其实是蛮符合这个需求的 那么最后呢ZICK会选择哪一个品牌呢 我们暂时还不知道啦 不过据说2025年ZICK就会在马来西亚发布 那么大家期待这个ZICK品牌吗 第三则新闻就是 Toyota投资886亿令吉在美国生产电动车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个新闻应该都会觉得奇怪 因为Toyota一直以来都不是很喜欢电动车 那么为什么他们要投资那么多在生产电动车呢 其实大家都误会了 Toyota并不是不喜欢电动车 而是不想在这个电动车一条路上走到黑 所以呢他们一直都在坚持多方向的开发 包括混合动力包括轻人员包括纯电车 他们都丢了非常多的资金进行开发 而因为北美市场的需求呢 他们也投资了大概是880 留以令吉建设两座新工厂 还有一座电子厂 其实目前Toyota在这个电动车领域上面的投入是非常多的 包括呢他们全力研发新型态的固态电池 除此之外呢他们也掌握了一体成型汽车技术 未来电动车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 而在这个北美的新工厂还有电子厂启动之后呢 他们的电动车产能也会很高 根据消息指出呢 Toyota计划在马来西亚也发布几款电动车其中 就包括这个BZ4S 其实我自己是开过BZ4S啦 我觉得这辆车开起来动态表现其实还不错呢 但是它的续航就没有办法测试到啦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BZ4S的试驾感受 敬请期待哦 第四车消息就是小改款的Honda Vezar 也就是HRV呢正式在日本开售 其实Honda HRV这款车呢 对于Honda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自从它在2014年第二代车型正式开卖以来 全世界的销量已经超过了200万台 这个数据非常的恐怖 而这款车呢因为它在马来西亚提供了非常多的动力选项 有自然进气 有涡轮增压 有混合动力 所以它在发布之后呢 也成为马来西亚市场最好卖的SUV车型之一 甚至还有打败过Proton S50的记录哦 而在今年呢这个Honda Vezar 也就是日版HRV的小改款呢正式在日本发布 那么这款车呢 只是在这个外观设计上面进行一些小幅度的修改 包括了前面的这个水箱护罩 然后包括了头灯组 还有包括尾灯组内的这个灯条形状都进行了一个重新设计 所以在内装的部分呢则是让它的空间应用更加的合理 也就是进行一点小小的修改啦 就是那个放手机的格子那边改了一点点 除此之外呢日本市场呢也是提供这个1.5公升的混合动力引擎 虽然它的最大马力表现维持在130EPS 峰值扭率表现253Nm 可是Honda官方表示呢 他们对这个电动机跟软件进行的升级 也就是讲这两次会有更灵敏的动力表现 其实我个人还是蛮喜欢HRV的混合动力版本的 如果说小改款的车型可以在这方面进行优化的话 那么我相信这款车应该非常值得期待 而且呢这次升级点还有两个大家很想要的配备出现了 分别就是盲点侦测还有360度镜头 在马来西亚版本呢我相信应该会有360度镜头 但是盲点侦测就暂时不确定了 你们觉得这两个配备马来西亚版本会有吗 那么最后一则消息是一款登陆马来西亚新车 就是这个Builder 408正式发布第二代的1.6Turbo Engine 然后售价是146000起 那么全新一代的408呢是在马来西亚的CKD 而且除了马来西亚以外未来也会出工到其他的市场 那么这款车在马来西亚就提供了三个车型可以选择 不过全车系都是标配PSA集团 或者是Atlantis的第二代1.6公升默轮增压引擎 这个引擎的马力数据相当不错 虽然它的排气量只有1.6公升 但是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218HP 风神流流的表现300Nm 然后匹配iSEN提供的八速自排变速箱 放在这台车上面呢 我觉得这台车动力表现应该会不错 值得一提的是呢 原厂表示408在马来西亚其实并没有自己的对手 因为它是一台很独特的Coupe SUV 而且它的车身长度大概是在C segment左右 外观设计来讲这款车真的是非常的帅气 所以我觉得这款车应该会吸引到不少严控 那么对于你来讲呢 这个全新的Pujo 408好不好看呢? 我个人觉得如果以价格来讲 它的价格确实有竞争力 配备也很好 重点是外观真的超帅 那么现在Strantis亲自接手这个Pujo集团的营运 你会给它一个机会吗?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每周360的内容 那么大家对这一个星期哪一个新闻最有兴趣呢? 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影片内容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man Island